奥厂收集了很多稀奇古怪的游戏 其中一款1999年的国产游戏《梦回圆明园》 我相信很少有朋友见过 值得一提的是相比其同期的电脑游戏 多数由游戏发行商进行发行的路数 这款游戏则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直接出版 我相信这个出版社对大家来说再熟悉不过了 不过上世纪人教版的游戏那还是挺新鲜的 游戏在当时售价68元两张光盘 其利益为通过3D图像来还原被八国联军毁灭的圆明园 让玩家重温皇家园林圣景 不过安装游戏的时候惊了2.9兆就可以搞定 其实这也是当时游戏的安装标准 真正的游戏数据都在光碟里面 硬盘文件只负责启动 至于游戏开场动画还是很震撼的 这是当年用3D图像领情欲渲染的动画 质感上颇有商业楼盘宣传效果动画的意思 这个人应该就是咸丰皇帝 他在梦中看到了浴火重生的圆明园 不禁触景深情暗在内下 但游戏开始的时候 人教版的气息也就扑面而来 游戏并不是那种在3D场景内自由探索玩法 这可是1999年 虽然游戏有一个地图 玩家可以四处游览 但是移动方式是很原始的幻灯片切换 一个场景是一张图片 移动一步就换成下一张图片 不过由于切换的场景区间太大 很容易让人搭不着方向 而当遇到需要使用关键道具的时候 就会插播一段动画来表示 尤其是开门的时候就会插一段门大开的片段 这个做法跟几年前的生化危机开门是一个原理 也就是说 《墨灰元明云》的核心机制 非常类似于现在Galgame 用静态图片 文字 视频片段 换年期整个玩法 但呈现出来的最终形态又很像是现在的散步类游戏 这种静态图片表示人物和场景 视频片段表示动作的简单原理 在90年代的各种类型游戏中都非常普遍 但奥斯坦却想起了最近的一个都市传说 最近B站非常流行看 《牛华强买瓜》 这个源自于2003年电视剧增幅的评论 突然网络爆红 引发了二创狂欢 不过有一个都市传说 据说是有人直接把《华强买瓜》的截图片段 串成了Galgame 直接上架Steam 游戏好评如草 游戏里面直接使用电视剧片段 通过文字和鼠标点击在线《华强买瓜》 但是敖掌掌去Steam搜索就下架了 是版权问题被投诉下架 还是这款游戏其实根本就没有上架过Steam 《华强买瓜》游戏 可能只是网友用PSPR做的二刀视频 不过这直接给了我灵感 奥成也可以自己制作一款 能够上架Steam的《华强买瓜》游戏 而原理可以直接照搬1990年的《梦回圆命远》 用静态图片结合视频频段 再做一点点互动元素 带领玩家领域《华强街头买瓜》的全过程 不过既然传言过去下架的 Steam华强买瓜游戏是因为版权 那么奥成自作的版本 就要全部达到素材自制的要求 实际上我们要重温《华强买瓜》的片段 熟悉的剧情 了解故事的冲突点和分歧点在哪里 因为Galgame的《卖》也之一就是多结局 有点剧情我们就要设计游戏脚本 这里我们使用《Trial Builder》游戏开发软件 这是专门给游戏开发零基础的小白 准备了Galgame开发软件 接着就是根据我们的剧情来制作脚本 在这里我才感受到游戏开发的精心 即便是在傻瓜软件上 梳理脚本也不是一件手到擒来的事情 有时候因为原件用错还会导致Bug出现 最后整个脚本梳理下来花了一个项目 才把世界的逻辑顺利排列清楚 脚本有了 接下来就到了游戏开发最烧钱的地方 美术美工 所有图像都要自己绘制 首先就是两个主人公 《华强》和《瓜哥》 由于没有数位版 我只能拿鼠标在原图像上添加新涂层进行临摹 不过线稿部分我还是很满意的 WORK是有的 但是到了上色阶段我就很泛蓝 上色是绘画中最为考验功力的部分 我没有经过专业培训 只能乱买 再次新鲜涂层用于容纳颜色 反正一切屏感觉来 不过最后成品也倒算满意 接下来就是一些道具 比如电动层 西瓜刀 西瓜 橙盘 西铁石什么的 反正看过《华强买瓜》的你们肯定门清 最后就是绘制背景图 高智商 为了秃出人物背景 需要高湿模糊和景深 低情商 画不来景物 鸟草屠几屁算就了 弄到这里我们的静态素材都有了 但是我们知道《华强买瓜》的时候 是有批瓜和捅人动作的 一设计到动作就要烧钱 不过我直接用线稿简单绘制动作 这个手法其实来源于《焉眼秀明》指导的动画《飞跃巅峰》 最后一集大场面 据说经费不足直接拿黑白草稿来表现 反正大师都这么干 我也是致敬致敬 批瓜和捅人 这里我们就直接在《华强市场》做成视频就好了 反正动作戏一来就直接播屏 好了 人物 场景 动作 都有了 接下来就是设计多结局模式 首先是买瓜要确定买还是不买 买就继续 不买要直接放一个骑车离开的普通结局 而提出保保熟的时候 保熟就继续 不保熟 华强就要提前捅人了 最后撑瓜的时候要看撑有没有问题 有就继续 没有了 咱华强哥可就要买瓜吃瓜了 如果一切都按援助来 那就放最后的批瓜捅人片段 我这短短一两分钟就有四个结局了 大家也别嫌坑 这可是花了我两天来制住啊 两天最后也就是个画图程序水平 而且连最后的配音工作都没有开始 而且最后还要开始debug 不过游戏算是有了一个alpha版本 最后弄一个酷炫的主菜单揭面 就大功告成了 通过1999年的 《孟会圆明园》的游戏极致原理 再到如今的奥斯坦自主研发的 《华强买瓜游戏版》 可以看到游戏虽然一直在不断进化 但其实本质没有发生太多变化 电子游戏永远都是图像和文字的谐奏曲 在转转个小游戏后累得半十多 我希望自己永远是听众 而非普无取者 有一个人前来买瓜 这瓜多少钱一斤啊 两块钱一斤 你瓜金皮子做的 这都是大鹏的瓜 你选贵我还选贵呢 行你都挑一个吧 这瓜怎么样 这瓜饱熟吗 要是不熟我自己吃了它 没了吧 15斤 30块 你这哪够15斤啊 看 吸铁石 你他妈故意找茬是吧 咦 你他妈批我的瓜 Aa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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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钱了吧 把财金咯 你把钱已经 你关系皮说吧 这不是大火的吧 你心路我贴旋 这瓜怎么办 这瓜饱熟么 要是不熟我自己吃了他 没了吧 15斤30块 你这哪够15斤啊 花枪吃到了西瓜耶 新鲜的西瓜大有缘 花枪吃瓜123 花枪吃瓜123 123123 Yes MING IS 这个rok 나